潜水艇氧气不足 救援到来还需要15天 掌冠决定抽签 撕着4条红绳有22根短的 抽到短签的人将被推出潜水艇 为剩下的人节省氧气 重战着排队抽取红绳 全带兴和弟弟先要抽了绳子 弟弟抽到了短绳子后 任命地朝后方走去 全带兴看着敬仰的部长 全身冷漠地催促着下一个战士 全带兴便决定叛逆一次 他要拿手中的长绳子和弟弟做交换 却不了被弟弟严厉地拒绝了 江道英最终以遵从命令的行事 支持了兄弟俩的争执 全带兴彻彻底崩溃了 他不忍心看着众多兄弟送死 想要呼吁大家反抗 最终得到的却是被停止的警告 结束了回忆后 江道英为当时的冷血再次道歉 他不该剥夺一个哥哥想守护弟弟的权利 全带兴刚想要说起什么时 去被门口响起的爆炸声打断了 几个身穿便服的刑警 车前刚刚潜入 便不幸领了盒饭 爆炸响起后 被迫当关注的人们四散逃离 江道英此时也发现了 气得正昏迷地躺在车中 身上也穿着同款炸弹马甲 全带兴走得不紧不慢地 解下了自己的马甲 扔在了一旁的草地上 苏便启动了开关 起此和女儿身上的炸弹 一同响了起来 江道英被迫面临着二选一的局面 他愤怒地和全带兴扭打在了一起 然面对昔日的手下 江道英为了痛下杀手 让全带兴去趁机捡起了刀子 将江道英再次压在身下 去的烧赶来的刑警 一枪解决了 车底摆脱了全带兴的纠缠后 江道英为了节约时间 借助了广告幕幕跳下了大楼 来到了妻子所在的车中后 便驱车前往的女儿所在的咖啡馆 炸弹的倒计时 最终停留在16秒 危机彻底解除了 经此一事后 江道英再次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齐鲁当着潜入艇事发前的真相 他为了抱权潜入艇一部分的人 当时擅自做了决定 齐鲁送自己的22名战友 丧身于海底 江道英终于在公共场合下 承证了自己的错误 这次电影分贝全篇结束